詠春實用招式教學 師傅,之前我們也有講過高攤手 是否剛才教過的? 對,我確實了 其實上次講的掛是掛掛 沒有正式掛在哪個掛掛 即是等於剛才掛掛手、掛掛手、撈手 哪一手的橫體掛掛 高攤手就是這個 如何燒入掃腸 就是這個掃腸 這個曲子是對的 曲子到千萬會直到 其實是想自己咬下去 斜線是對的 有幾斜的彎曲 讓他們看看 鞋子要平 鞋子要平鞋 平鞋子,不要高過鞋子 又不要低過鞋子 剛才是平鞋子 只用支架放在這裡不受力 即是很受力的 變成他們打的時候 是避免了整理 不用用力 要放鬆飄出來 即是剛才掛手、留手 你覺得打人家會升高嗎? 就這樣升高嗎? 即是等於 如果大家擺裝 即是你一場梳子過來上馬 即是怎樣上馬 踏著腳 踏著腳 如果近距離就不需要踏到 因為你可能想不及 你打我的時候 轉一下 好 這邊的 那一樣 立即拉我的時候 踏著腳 好了 但為什麼有個叫做 你走到旁邊呢? 就是因為不衝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轉 你可能頂不住 怎樣衝過來? 就像我站在那裡 突然間要飛往我們 即是飛向你 沙尾 根本會有身體的力 如果我不走你會這樣 身體也會這樣 可能身體也會這樣 打到你 好了 這樣走到旁邊就沒事了 這樣走 不成功了 這樣走到我 就離開了 不成功了 這幾個? 我們上去做踏步 打到我 這樣走 要走進去? 對 轉馬 射開它 就是這樣 那要怎樣練呢? 要練的時候 要練一點 就像我教你這個 踏步轉馬 空吞手中圓 好 這邊又是踏步轉馬 空吞手中圓 斜踏步 斜踏步 打斜 剛才那些 剛才那樣轉 所以其實這個步法很重要 為何避開對方的迷勢 避開對方的領導 就是扣馬 這樣就一定要贊好我這條命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這一個按鈕 按旁邊的鈕 我有新片出 第一時間通知你